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臺灣 總統賴清德首次國慶演說 再度強調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先前提出中華民國祖國論 引發熱議 賴總統國慶談話 持續以520就職演說為基調 也就是堅守主權立場 而賴總統四十四次提到臺灣 八次中華民國 兩次中華民國臺灣 提到中華民國次數 比蔡前總統還要多 被分析是要吸納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曾經在國際社會被驅逐 但是臺灣人民從未自我放逐 社外人士表示賴總統文稿多次暗指 聯大2758號決議文 就是為了破除對岸設定的框架 中國不能代表臺灣 賴總統向對岸遞出橄欖枝 但中國國臺辦值得晚間才氣扑扑回應 賴清德雙十言說蓄意加劇兩岸緊張情勢 嚴重破壞臺海和平穩定 更槍下賴清德企圖將臺灣綁上 臺獨戰車將給臺灣民眾帶來災難 隨即更在晚間九點五十分發射火箭 無懼中共氣得跳腳 賴總統首次國慶談話 堅定捍衛主權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